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來台北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台原的優隊 然後教練就帶我們去看瓊師杯 所以我對瓊師杯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因為我上來台北 就去看這麼浩大的那個場面跟國際賽這樣 就看到場上那些打球的國手 然後大姐姐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決定要走這條路 那我想要把它做好 很開心 很興奮 因為那時候很年輕 她覺得可以跟很多優秀學姐一起為國爭光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當然很緊張 因為是最小的 覺得一開始就是先看別人做什麼 多看 多聽 多學 其實在那個階段 其實我們很少會講話 我們只是看說大姐姐怎麼做 我們就跟著怎麼做 教練怎麼交代 我們就怎麼做這樣 前姐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親和力 所以其實我們剛進我家隊的時候 其實我們同一批 比如說我奉君小宣會 對 我們就是還滿緊張的 可是前姐就會用她那個幽默的方式 然後帶著我們這些小朋友 然後鼓勵我們這樣 應該是說 如果我小時候上來台北 如果我沒有看到球隊 全球隊所帶來給我的震撼 我覺得 就是在 對於籃球這條路上的堅持或努力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像現在這樣 我覺得就是多讓球員 有一個打比賽的舞台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也帶給很多年輕的球員一些目標跟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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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